我是鬼阿姨 来自雪域高原帕米尔 是一名时装模特 我原本是学跳舞的 但是没有学多久呢 我这个自身受伤了 在这个受伤之前的一年 有一个星探 他在路上拦住了我 他跟我说 你特别适合当模特 然后我就抱着事实的心态去了 这算是我的半只脚踏入了这个行业 毕业的时候 我就是完全从兼职变成全职 然后也慢慢的就是开始 更有精力和时间 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之后 我就慢慢去向国际方向去发展 我自身没有去做这个行业之前 我跟大家一想的一样 我以为就是简单地走个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就是 说难不难 但说简单也非常不简单的一些东西 需要我们去控制 比如说是像体重 其实很难的 然后包括我们的台步 我们需要不断地去练习 一日不练可能没什么 两三日不练 你觉得你自己有点不对劲了 别人看不出来 如果你再一段时间不练 那别人就看你的台步 就没有力量感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日积月累的 也是要天天去用心的 像这个米兰 巴黎 伦敦 包括这个纽约四大时装 在很多人的这个刻板印象中 就是它是比较具有像国际化 史上的一些代名词 但是我去了之后 我才发现它其实是拥有着 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的 比如说像我们新疆 像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 是传统服饰 其实在这个国际上是非常受欢迎的 很多人会好奇 为什么我这个穿的帽子这么高 它其实是象征着这个女性的智慧 我们科尔科兹族有史以来 都是这种竹水草而居的民族嘛 会经常骑马捕猎 然后抓到那些动物的时候 会通过它的羽毛 去装饰这些帽子呀 说到家乡 更多的人看到新疆的时候 它是非常壮丽 非常的雄伟 但是当我回到这里的时候 它是抛开这些来讲 我感受的是温暖 是习惯像是母亲的怀抱一样 虽然我参加过很多国内 包括国外这种各大时装周 但是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家乡 家门口去走 其实我还是挺紧张的 在去追求这个梦想的路上 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也会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年轻它就是一个 不断试错的一个过程嘛 你无论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你就要想 成功了更好 但是失败了 我就当是在为成功去祭奠 我也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愿望 就是我希望能通过 我自身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力量 去能把这个 卡尔克斯的传统服饰 与现代的这种创新去结合 然后能把它更好的 去融入到我们的市场 让更多人去了解到 去喜欢 然后也是会通过这样去把它带到更大的舞台上